在聽到縣長的一句話 伊莎貝爾 小鳳微笑了一下 但有點緊張 互發異語 在保鏢及行政院原民會人員 維護下 走進台東機場的貴賓室 媒體被擋在門外 伊莎貝爾去年11月 在他邊虐待的消息 經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新燕燕披露之後 消息傳回台灣 受到高度關注 然而在新聞追逐何曉鳳的過程中 何曉鳳卻成了像米一樣的女孩 在美國律師 社工及友人的陪同下 台灣族的何曉鳳終於踏進久違的家門 何曉鳳回到台東大我的老家 是要參加妹妹何曉英 在過年舉行的婚禮 也要看罹患癌症的母親 親情成為她造異不幸之後 想要回家的動力 不過媒體讓消息曝光 也讓她感到困擾 從拒絕受訪到對外簡短的說話 也充分顯示美國對當事人的 嚴密保護 她的律師希望給她攻堅 由於媒體長時間守候 不厭離棄 到下午兩點多 再有律師溝通 浪和曉鳳和媽媽一起出來接受媒體的訪問 靦腸的臉 多少有一些緊張 如果你們能夠幫助 這幾天我真的不想在家裡 花了更多我的家庭 然後我認識大家的工作 然後你們都很幫助 我非常感謝 一句給我和家人空間 也無法滿足媒體對新聞的追蹤 在這場新聞的追逐 場面的脫序及擁擠 安排行程的行政院園民會 也成了重視之地 19號的上午 大午向舊大午國小的永竹 突然聚取了許多原住民族人和各家媒體 在何曉鳳妹妹何曉音的家前 何曉鳳的親人紛紛談論 曉鳳的往事 跟何曉鳳同年齡 小時候一起成長的堂哥 也說了成年往事 之前小時候都是在一起玩 所以多少還是印象很深刻 因為後來去哪裡我們也都不知道 人間蒸發了 對啊 我們也不知道 何曉鳳回到臺灣 也讓原本寧靜的永久屋社區 湧入大量媒體 20號 何曉鳳將何家人 再前往父親的墳前祭拜 記者曉鳳飛揚 付錄台東大午臺灣報導 大午臺灣報導 有請 記者曉鳳的